来看到中国新闻真相报道 今年1月 北京一共遭遇25天都是雾霾日 直到2月1号 北京才有见蓝天 随着整个中国北方污染加剧 民众不满的情绪也跟着加温 虽然北京市政府端出紧急措施 不过大陆民众普遍对中共当局缺乏信心 大陆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日前表示 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 是可以隔离医治的疾病 但大气污染任何人都跑不掉 他说这个比非典SARS可怕得多 大陆中央电视台新闻一加一节目 日前以雾霾升级 治理要不要升级为题 电访钟南山 钟南山指出 从研究显示PM2.5的悬浮颗粒物 只要每立方公尺增加10微克 呼吸系统疾病的住院率就增加3.1% 据了解 灰霾不仅对呼吸系统有影响 对心血管 脑血管 神经系统等都有危害 而北京市民10年来的肺癌增加6成 现在这个问题很显然已经不仅仅是北京一个地方的问题 那前天的时候我也出差到了这个河北省的省会石家庄 在火车上就发现沿途整个都是雾霾的天气 北方地区污染都已经非常严重 北京市常住人口超过2000万 流动人口更不计其数 除了因为空气污染造成医院就诊人数的增加 交通事故也在快速增加当中 昨天的话据统计说北京一共发生了200多起车祸 然后很多地方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这个堵车现象 前天跑了一整天 昨天也跑了一下午 那就感觉这个鼻子 然后还有喉咙部分就比较不舒服 然后流鼻涕啊 还有身体不适的现象 感觉非常的无奈吧 因为你生活在这里的话 一般的口罩也防护不了PM2.5以下的这种颗粒 全中国至少有8亿人陷入埋伏 其中被指罪魁祸首之一的中石化 董事长傅成玉周四在北京承认 炼油企业是雾霾天气直接责任者之一 但他推诿说 并非因为油气的质量不达标 而是成品油造成污染的含流量标准不够 据了解 欧盟和日本柴汽油的内含流量 是欧五标准 仅有10ppm 而中国人以欧三的150ppm为标准 也就是说 中国大部分车用油的流含量 是欧盟的15倍 香港苹果日报报道 面对消失的蓝天 内地许多艺人因埋伏纷纷病倒想叛国 艺人宋丹丹开探 我该去哪里度万年呢 而不少网民痛斥 明星大腕尚且无法防御北京埋伏 大难临头各自飞 无前移民的平民百姓就只有病死在专制国 刑唐人电视唐靖周平王明宇采访报道 大草